2022最新的印尼恐怖片《撒旦的奴隶2》正式来袭 本片依然延续了第一部那吓死人不偿命的风格 赶快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过来一起观看吧 话不多说正片开始 女主一家逃离了农村内被恶鬼包围的房子后 父亲则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城中的公寓里面居住 就在他们以为事情终于可以结束时 却不知道恐怖即将降临 老旧大楼内一个正在等候电梯的女士打开了皮包 不小心将林前散落了一地 其中有大部分从地面的洞口掉入了电梯景影 紧接着随着电梯的到来 越来越多的人挤进了电梯之内 而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电梯一阵剧烈的晃动停在了半空中 而一楼的小朋友看到打开的电梯门里面没有电梯 反而却有着一堆发光的硬币 于是欣喜地跳下了电梯景兴高采烈地在里面捡着硬币 可他们却不知道的是此时头顶的电梯内的人群无比慌望 无数人争先抢后地想要从电梯里面出去 可是最终只是逃出了一个小男孩 随后电梯就在无数人的尖叫中坠落了下 此时一个电梯景内捡硬币的小女孩发现了不对劲 她立刻冲出了电梯景 可她还来不及叫上其他的小伙伴 碰得一声电梯与大地亲密接触 电梯内的人和电梯下面的三个小女孩无一人存活 原本应该是一个热闹的晚上 现在却有无数的家庭为死去的亲人裹好尸体准备着葬 随着暴风雨来临大部分住户都离开了大楼 前往别处躲避着接下来的洪水灌溉 而女主的二弟小帅却被大楼管理员叫住 让他帮忙检查剩余的一些死者的门窗是否关好 虽然小帅下的表情逐渐僵硬 但是他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而管理员竟然抠门地指给了他一盒火柴作为照明 接着他们就分开查看大楼死者的住户 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就要出意外了 小帅点起火柴来到了1303号房间 房间内是一对电梯内惨死的夫妻 可当他战战兢兢地跨过尸体来到窗户边准备关窗的时候 火柴就被一阵大风给吹灭了 大家注意他身后的那两具尸体 前方高能要来了 怎么也点不着的火柴终于点着了 但是小帅怎么感觉身后有人在盯着他一样 可他转过身后又没啥发现 但是却看到了楼顶的雨水渗漏滴到了尸体的脸上 好心的小帅想忍着害怕的冲动 上前想将尸体一开让其勉受雨水淋湿 就在这时 吓得小帅连滚带爬地跑出了房间 画面一转 在电梯事件中唯一逃出升天的小女孩 好像听到了门外走廊上有声响传来 她探出头一看 看到有几个人影好像在走廊上跳动着 但是看不清楚 于是小女孩就提起油灯向着走廊镜头走去 可当她看清楚的那一刻 她的魂都几乎快下没了 这几个手脚扭曲的人影 不就是她那死去的三个好朋友吗 就在小女孩想要逃进房间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另一边传来妈妈的叫声 她迎着妈妈的叫海声跟了过去 却没想到她不知不觉地走进了漆黑的电梯里面 随着电梯的关闭一声刺耳的惊叫传出 女孩点气火柴朝着头顶一看 原来自己的脚下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电梯